今天我們來談談牙周手術 那牙周手術因為產生一些牙菌斑 然後進而產生生部的牙結石 那牙周的囊帶就變深 這些變深之後會造成齒操骨 以及牙周組織的破壞 那牙齒就會變不穩的不穩 然後會紅腫熱痛 那通常牙周囊帶 其實牙醫師是拿牙周探針 他每個1mm有1顆痕 那當正常的牙癮是大概1到3 輕度牙周病是3到5 中度牙周病是5到7 那重度牙周病是7mm以上 那由牙周病越來越嚴重 這些牙齒就會明顯的搖晃 以及脫落狀況 那在手術的時候 一般來講有幾大類的手術 第一種叫做牙周翻辦手術 由於牙結石常常藏在牙齦底下 所以我們必須把牙齦底下的牙結石 透過牙周手術打開來把它清潔乾淨 第二個龍手術叫做齒操骨修整術 由於這些骨頭它在吸收的時候可能很不規則 那這些很不規則的情況 很容易造成未來 如果你直接縫合之後 這些骨頭的情況不好 很容易造成食物易流 容易卡在一些凹陷的位置 所以我們會去修整一些齒槽骨 做成像一個波浪型一個凹陷的狀況再縫合起來 它的缺點是牙眼會有一些萎縮 然後牙縫會變大 但它的優點是牙周的組織容易維持在比較健康的狀態 然後就算經過了長時間 也不會有很大的一個變造的狀況 第三種叫做牙周再生手術 從剛剛的齒槽骨修整 只是被動的一個去除發炎的地方 修整骨頭 那牙周再生手術在這個骨缺陷的情況 它會放的一些牙周再生材料 像endogen之類的 或者是骨粉再生膜 再把它縫合起來 那得到牙周或是齒槽骨 盡可能長回一個原來的位置 那所以呢 牙周手術總共有三種 從單純的牙周翻半 到齒槽骨的一個修整 然後甚至到亞洲再生手術 那經過這一些 我們就可以把亞洲的囊帶減少 然後少於3到5mm 那長久的清潔狀況就會比較理想 那患者的亞洲就會恢復的更健康一些